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背后的原因就是风水学术的更新远远跟不上建筑与居住形态的改变速度 假如风水的判断标准和操作方法不能与时俱进 那就不能很好地解决现代住宅的风水问题了 比如八载法风水主要的应用场景是过去的四合院 如果将八载法风水深套到公寓楼房显然是不合适的 又比如老公是东四命老婆是西四命那该怎么办 那过去分建社会呢只要考虑男人就可以了 现代社会呢男女平等 难道要让两夫妻风房睡觉不成 还有的风水师啊 把抗阴宅风水的方法用到了阳宅风水上 那阴宅呢就是祖先的坟墓 阳宅呢就是活人用的建筑 但事实上呢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纳气方式 阴宅在地底下主要是纳地气的 阳宅呢在地表之上主要是纳空气的 坟墓的墓碑是不会动的 所以可以很精准的测定出一个方向 而活人呢是会动的 不可能永远对着一个方向吧 所以阴宅的朝向是一条线 阳宅的朝向呢要考虑一个面 还比如古代的房子呢大多是独门独户的 门是最主要的纳气口 如果要改门呢四面八方都有可能开门 那换成现在都市的楼房 你该怎么改门呢 很显然老办法已经不能解决新问题了 因此我们有必要选择一套 能够适应现代都市建筑的风水学术 然后呢将它进行更新升级 在无份对接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只有这样呢才能让古老的风水学 重新焕发青春 也让更多的人不再因为不懂风水 而深受其害 十多年来我也学过不少的风水理论 用过不少的风水技法 但是最终效果令人满意的 并不多 唯有三元阳灾纳气法的理论和操作 我认为是最贴近现代的人居环境 和生活方式的 三元阳灾纳气法 是一套里气风水的操作方法 风水体系呢可以分为 行轮风水 里气风水 易里风水 三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行轮风水呢也叫行家风水 研究看得见的形态信息 里气风水呢主要研究 看不见的气场能量 那我会陆续把这三大块内容呢 给你系统的讲完整 三元阳灾纳气法就属于 理气的模块之一 好在这之前呢 我做过一期节目叫 十分钟学会三元纳气密法 试着介绍了三元纳气法的理念和方法 当时的用户反馈都很不错 后来呢在大火的再伤催促之下呢 我又花两个月的时间 把它打磨成了现在的十六节的详解课程 继续深入的探讨三元纳气风水的更多细节和诀窍 那我希望把它做成最接地气的理气风水课 让普通人学了就能用 帮更多人解决现代人群的风水困局 三元阳灾纳气法并不是我的独创 而是在传承风水宗师蒋大宏的学术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蒋大宏上海松江人 生于公元1616年的明朝 去世的时候呢 已经是清朝 回了九十多岁 经历了两个朝代 蒋大宏在阳灾风水方面有独到的见解 他的一生为后世留下了许多风水学的经典之作 对于风水学的影响极其深远 被后人称为地先 三元阳灾纳气风水 就是来自于蒋大宏的阳灾指南等书籍和文章 本课程主要参考了 民国风水前辈王元吉先生编辑的 《惊艳三元阳灾翠编》一书 这本书是三元阳灾纳气法的极大成者 书中收录了蒋大宏的天元第四歌 阳灾指南等多篇文章 并透露了许多三元纳气法的应用细节和诀窍 比如三元九韵圆韵的独特划分方式 还有以人为中心抗风水的方式 都是难得一见的秘诀 当然我绝不会照邦书上的东西 把书上写的老实教的自己悟的东西 进行重新结构 按照内在的逻辑关系 再把内容重新组织起来 是我的拿手手艺 这么做的目的是让风水古法更贴近当今社会的居住环境 让你理解起来更容易 应用起来更有章法 这些年来用过的礼器方法大多都被我放弃了 只有三元阳灾纳气法可以解决住宅 办公室 商铺等绝大多数的风水礼器的应用场景 而且很快很准很好用 现在我把压箱敌的宝贝隆重的推荐给你 前面我们讲过礼器风水的门派很多 那为什么偏偏要选择三元阳仔纳气法呢 我觉得有几个优点是不可忽视的 第一是三元纳气法的理论和操作都很简单 特别容易掌握 这套方法只用地盘八卦来论气韵的旺衰 不论悬空爱心 也不需要复杂的排盘推算 特别适合初学者学习 我这里说的简单其实并不是简陋 而是大道质简 你别看其他的那些门派的螺盘角度 两的都很细 15度的24三都不够用 还要细分成384摇 看起来好像特别精准 但事实上缺乏操作性 你想一周才360度呢 你把它分成了384份 用螺盘去测定一个还不到一度的角度 结果会怎么样呢 你稍微一呼吸 手一抖 脊胸就完全变样了 而三元纳气法就没有这些花招套路 简单的一招置底 反而抓住了事物的本质 第二就是三元纳气法的脊胸判断 相当的精准 也许会有些人担心啊 这么简单的方法会不会不太准啊 其实你完全不用担心 经过大量的验证 三元纳气法不但简单 而且精准 它不再只是以房子为中心 笼统的去判断一个房间的好坏 而是以个人为中心 精确到每个人的吉凶祸福 用三元纳气法呢 可以知道 虽然同一张船上的两夫妻 各自的健康事业有什么不同 三元纳气法也可以判断 同一个办公室里 哪个员工更容易出业绩 哪个员工的业绩比较差 当然也能知道家里两个孩子 哪一个学习成绩更优秀 这些都是很多其他风水方法 难以做到的 而且这个吉凶 还会根据运气的转变而转变 那这里提到运气呢 是圆运之气 在天为运 在地为气 后面会讲到 第三呢 就是三元纳气法 能够与行轮分水 有机结合 三元纳气法 不是单纯的平面上的纸上谈兵 而是一套充分考虑了 立体行轮 对平面理气产生影响的 风水思维 它很好地解释了 风与水的工作原理 其中提到的乔星 也就是高大建筑物 对气流的干扰 与空气动力学的原理 几乎是完全一致 如果你学过其他门派的 里气风水 但是水平一直无法突破 那么这一部分的内容 一定会让你茅塞顿开 其实三元纳气法 是很难得的高端风水理论 值得一提的是呢 行轮风水和里气风水 虽然是一体两面 但行轮和里气呢 需要各论吉凶 各自的结果呢 可以叠加 但不能抵消 比如说路冲 道路直冲建筑物 这个大家都看到过 在行轮风水上 一般都以凶来论断 会有破财和意外伤灾的可能 但是如果路冲的方向 是在里气的声望方 那么从里气上讲 它又是急的 会带来财气 我们不能把破财和发财 相抵消 认为只有意外伤灾 那正确的断语应该是 这个路冲啊 既发财又破财 同时还会有伤灾 第四点呢 就是三元纳气法 调整效果 立竿见影 比如行轮风水 判断吉凶的时候呢 是非常容易的 但是要用行轮 来改变吉凶霍府 就很难 因为这要涉及到 拆自己的房子 建自己的房子 那如果要拆别人的房子呢 那就更难了 而三元纳气法呢 可以通过改变太极点 与纳气口的关系 就很容易达到 趋吉避凶的作用 由于气的感应 比行的速度要快很多 所以一般三个月内呢 气场就会有所改变 那这一点就特别是 现代经常变动的 居住条件 我有位客户呢 在几年前建了一套小洋房 入住之后呢 租多不顺 特别是投资失误 破财连连 到了他家一看 原来他家的房屋设计上 有很多违背风水原则的地方 其中比较明显的就是 在房子的西方建了一个水池 在现代原域中呢 就属于破财水 后来我建议他把这个西方的水池给填掉 然后改在西南方 再建一个渔池 那西南方就是属于现在的零省水 是发财水 改完风水不到一个月 就收获了一笔大财 彻底改变了过去窘迫的经济状况 房屋的主人呢 也重新找到了奋斗的信心 以上就是我选择他的理由 我想也会成为你选择他的理由 接下来的十六堂课呢 我要跟你分享哪些内容呢 其实在这个时代呢 几乎没有什么内容 是没有被人讲过 写过的 太多旧的 新的 对的 甚至错的观念 扑面而来 把我们淹没在知识的 汪洋大海之中 而一个人的时间 精力是有限的 怎么对知识进行选择和取舍 就变得尤其困难 事实上我这一次课程 做的不是内容上的加法 而是减法 我想成为你的知识过滤器 我的角色呢 更像是一个导游 带你进入神秘的风水世界 告诉你哪些景点值得一看 哪些景点呢 必须深度游览 还有一些景点呢 是个大坑 千万别进去 所以学风水 跟定一个人 是很重要的 你只要跟着我的节奏 一步一步 就能找到感觉 不需要东拼西凑的 到处去学 如果方向错了 学的越努力 错的就越离谱 你只要集中精力 跟着我 反而可以让你 以最精济的方式 得到你最需要的精华 本课程呢 绝对不是那些 人云亦云的大路货色 一定会在你的思维层面 进行突破和构建 但是我保证 它不会声色难懂 凡是听过我的节目 或者听过我的课程的朋友 一致公认 我的课程 是比较容易秒懂的 我会想尽办法 把关键的概念讲清楚 那接下来的课程呢 你将会学到 独门的三元九韵的 划分方式 用三元九韵呢 可以验证过去 也可以对未来的 发展趋势 未卜先知 知道什么是 当下最旺的运气 而且你只需要三个步骤 就能够判断 那气的旺衰 从而推测出 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 好事和坏事 你还能明白 为什么那些 当纯论理器的 其他门牌 会实准实不准 因为他们不知道 影响理器的 还有行软的因素 当然 更重要的是 通过本课程 你可以掌握 调望风水运气的诀窍 用双龙法 加望气势 用水神针基 吹光吹才 吹文昌 当课程结束的时候 你会建立起一个 完整的理器风水的 知识体系 你还将成为 可以为自己或他人 屈己避凶的 风水达人 那以下就是 本课程的大干 三元那气风水 详解的内容 一次性讲解到位 是目前为止 最系统 最完整的 三元那气风水的 指导材料 一次付费 可以永久学习 也是值得你收藏的 精品课程 在2016年 我已经发布了 网络视频课程 张运会极简风水入门 尝试用精简的结构和语言 介绍风水学的基本概念 并且介绍这些概念具体的应用场景 课程上线之后 得到很多学员和网友的肯定 效果相当不错 对于完全没有接触过风水的小白来说 也是毫无压力 甚至有些学员反馈说 我的课程不但让他学到了风水的实用技法 而且还刷新了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那本课程呢 还将继续延续以往的 系统 精简 新锐 深入浅出的课程风格 期望再次刷新你对风水学的认知界限 那由于本次课程泄露天机比较多 担心再次被无良小人盗版 因此呢 不再像过去一样 免费共享音频版了 只会截取课程中适合大众的部分内容 作为音频节目呢 公开发布 以感谢老听众一直以来的关注 那么完整语音加PPT的视频内容呢 就只有付费用户才能得到了 知识只会升值 不会贬值 还是老规矩 越早购买 优惠越多 赶快动动你的手指 直接购买张运慧 三元纳契风水详解课程的 全部完整视频内容吧 另外呢 你也可以通过微信通讯录 搜索公众号 风水888WX 也就是风水的拼音全拼 FENGSHUI 加上888三个数字 再加上微信的两个字母缩写 WX 添加微信公众号 议会谈就可以了 也就是投箱最帅的那个 然后呢 还可以点击下方的付费课程菜单 同样可以得到所有的课程链接 相信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刷入相号 欢迎订阅 在两个字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